少年报案我杀人了 爸爸惨遭割喉亡 全家族痛哭崩溃 竟没人为死者哀悼 世祖父败家荡产 逃在公司登门施压 姐弟辍学打工养家 少年残恨欲谋杀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悲悯的一家 孝子杀乱富安 这起人伦悲剧 发生在嘉义市的五凤南路 凌晨三点半十七岁的林姓少年 先支开自己的母亲之后 再拿已经预先藏好的开山刀 往自己的父亲颈部砍了两刀 警局里犯下杀富安的 就是趴在桌上的林姓少年 让警方意外的是 胸刀竟然在两年前就已经买好了 我都是靠那种资源回收生活 还有我跟我弟弟外出工作 肚贴一点加油 爸爸很少养你们是 他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养你们 我不知道 爸爸常不在家 爸爸都没有 全家人家都会回答 但是都很辛苦 所以要帮我们脱离一屁股债 然后还有 我希望那个大王小刚先判清 他如果消失之后 就不会再跟人家借钱了 不但没赚钱养家 林姓少年的父亲 还沉迷赛哥赌博 欠下一屁股债 又向银行借钱 信用卡办了好几张 债主跟银行 哪一堆借款单上门要钱 少则几万块 多则好几十万 算一算林姓少年的父亲 大概挥霍了五六百万 这孙子很乖 七十七岁了 阿公伤心的眼泪止不住 哽咽地说孙子真的很乖 实在是父亲太不负责任 不但到处欠债 更没赚过一毛钱 回来养家 根据刑罚上的规定 预谋杀人 或者是杀死直系 亲属都必须加重刑罚 但法理也兼顾人情 一个恶劣的父亲 情何以堪 少年刑凶后自首 以及未成年的身份 都可以获得减刑 而且有刑法第五十九条 情刊敏述的情形 三次减刑其行之后 判刑五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洋患性